本題為103年指考題 請同學先觀看題目 一開始 氧氣瓶內的壓力為P 而外界壓力為P0 因為內部壓力大於外界壓力 所以氧氣會流出 打開一段時間後 氧氣分子跑出 當內外壓力相等時 則氧氣無法再向外流出 原本氧氣瓶內壓力為P 假設使用一段時間T後 壓力變為P0 使用前後氧氣瓶的體積為V 溫度保持T 由理想氣體方程式可知 PV等於NRT 因此使用前氧氣瓶內的分子莫數 可表示為N1等於RT分子PV 使用後 剩餘的氧氣分子莫數 可表示為N2等於RT分子P0V 使用前比使用後 多出的分子莫數為N1-N2 等於RT分子PV 減RT分子P0V 也就可以表示為 RT分子V 乘以括號P-P0 題目說 每單位時間流出的氧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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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氧 本题正确答案为1选项